让进行第一场专题演讲 题目为5G时代的社会创新 请一掌声欢迎主讲人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分享 我看到这个已经开始有一个总倒数时间 还有18分钟56秒 但是没关系我会准时的交给金总 我们其实已经同台这第三次了 然后其实我在这边可能就是 就是讲一些大致的社会创新的趋势 那之后会有相当多 就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数据 都会在这个金总的检报里面 那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在就职的时候 他为我们的公务发展 民主的发展提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之前我们想到民主的时候 想到的是两个价值中间的对决 那但是呢从现在开始 民主必须要变成许多价值中间的对话 从对决到对话 这个就是我们政府 也就是行政院本身在做数位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图啊 就是我们传统上呢就是有不同的部会嘛 那可能每个部会代表一个价值 因为如果两个部会代表同一个价值 他们就会被阻改啊 就会并在一起 那所以呢每个部会都是不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可能在一边呢是关于经济发展的价值 怎么样子去让我们的GDP啊等等 有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可能有环境保护的价值 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园可以永续 甚至包含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等等 那所有这些呢感觉就像拔河一样 那我们专业的文官的系统呢 就像在中间的这个绳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外面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大家要承受所有的压力 然后还要想尽办法在这个不同的力量中间啊 找到一个平衡 就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又或者像说呢 我们今天谈到5G 它是一个新兴的技术 就像刚刚大家谈到的这个大数据啊 人工智慧啊 物联网啊等等 那这些都是科技的进步嘛 科技的创新跟发明 那可能是一个价值 可是有很多朋友们会担心说 这个会让社会变得更不平等 会侵害到一些我们的人权 好比像说民私权 资讯自主权等等 这又是两个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部位 然后在那边拉扯 我们做政务委员的 所谓的horizontal minister 就是整天在这样子不同的价值中间 试着去找出一个组织方案 那但是呢 我们这个 有一个新的社会创新 大家可能都用过的 叫做hashtag hashtag呢 就是你在社群网路上面 不管推特啊 Facebook啊等等 你只要加一个这个警号 那其实呢 就非常容易地去调动大家的力量 不管是hashtag 这个climate strike 就可以让欧洲 因为我才刚从柏林回来嘛 可以让德国的许多朋友 这个小学生中学生 礼拜五都不上课 就跑去街上 学习关于气候变迁的知识 那又或者是说hashtag me too啊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容易 一下子就让上百万人 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电脑前面 去参与一个共同的行动 进行所谓的议程设定 就是说要让社会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去走 那但是呢 每一个hashtag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在行政部门并没有一个相应的部会 在立法部门并没有一个相应的委员会 那这样子呢 我们当然不可能说每次有个hashtag出现 我们就来阻改一下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但是呢 从就是民众的角度就会觉得说 我们谈论这件东西已经谈论这么热烈 谈论这么久了 为什么政府没有按照我们给的题目 给一个答案出来 给一个交代出来 那这样感觉上政府的距离 就会比较遥远一点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让民主变成不同价值中间的对话的话 我们首先反求租集政府本身 就必须要数位转型 那我担任数位政务委员这三年以来 大概就是运用一些数位的一些工具 那当然受限于4G的这个频宽啊 这个连结啊 这个同时连线数量啊 只能做到一个程度 那所以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说 用4G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 说到5G的时候呢 可以做到怎么样比较好 这边是我的办公室啊 literally我的办公室 这是仁爱路三段99号 它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本来的空总 就在建国化室旁边 大安森林公园的旁边 那这个地方很特别 因为它本来是空军的基地 大家如果有经过 可能记得说它围墙是很高的 那然后就从外面看进去 完全就是 就是一片一片这个黑幕啊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而且不能轻易进去 还有卫兵啊等等 那但是呢 现在呢 作为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我们是把墙 把其中一侧的墙 整个都拆掉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马路上面 就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来 那有些墙还没有拆掉 都已经镂空了 所以从外面也可以看得进来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metaphoric 就是说 它象征着政府 现在不是说好像 这个用一个高墙啊 这个隔在我们的专业的文官 跟人民的中间 而是任何人 每个礼拜三 然后比方说 今天那我演讲完之后呢 就要赶回这个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任何人呢 都可以直接从早上十点 到晚上十点 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跟我讲话讲个四十分钟 而且要讲什么题目 完全由你来设定 那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把我们讲话的整个内容 不管是从YouTube上面 用影像的方法公开 或者是说在网路上面 用逐字稿的方式公开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朋友们 来找我讲话的时候呢 都是想要促成一些政策改变嘛 那如果呢 我说这个都是有记录 会公开的 它就会讲一些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这个是closed door 而且不公开的 它就会讲一些 可能对别人不太好的事情 那所以 就是说 我们要彻底透明的 其中一个目的 也是把大家的能量集中在 对大家都好的 有公共利益的事情上面 那这个足球场 是很有象征性 它是一些这个写汉儿朋友们画的 就是有down syndrome的朋友们 那其实我们看世界 像我看世界啊 往往都是看成一些物理公式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数学符号 那当然也有朋友看世界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些很抽象的概念名词 一些这个文学的心智图啊 那但是有down syndrome的朋友们 看世界的时候呢 用的是拓扑的方式 用的是几何的方式在看世界 那他们把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画下来 把它做成public art的时候 就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 共同创作的这个概念里面 就不会好像一下子就隔止几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本身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就是现在联合和所谓的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协作式的治理 那刚刚有提到说 有很多朋友这个礼拜三呢 就来见我 其实不只是人类啊 机器人也礼拜三会跑来找我 那像这边就是三台机器人 那这三台机器人呢 它就是自驾车 我们可能大家知道说 最近我们发出了第一张 这个自驾车的测试牌照 然后在沙伦的Talent Car Lab 也启用了 大家就可以像去光东无员一样的 去看这些自驾车 那但是呢 在这个之前 我们其实要讨论的是说 我们到底对这个无人载具 应该在法律上面 给它怎么样子的定性 给它怎么样子的定位 所以呢 其实两年多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 一个掀起研究 我们做掀起研究的方式呢 不是像大家平常这个 觉得这个传统的那个模式 好像就是几个专家学者 我们做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这群朋友们 他带了这些三轮车 其实这三轮车来 然后呢 我们整个空总的基地 因为呢 它是一个封闭空间 不是公开道路 所以我们就让这些 无人车在这边跑 那三轮车 虽然同样里面说跑得快 但是其实跑得很慢 跑得很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撞到什么东西 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它的速度 就比你跑步还要慢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事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 安全的空间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些 无人车 跟刚刚已经讲到 我们是在建国花市 在大安公园旁边嘛 任何走进来的人 看到这个 然后我们问他说 你对他有怎么样的 一个想象 那这个就叫做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整个社会的人 都可以参与这个创新 而且它的创新的成果 对整个社会 是有好处的 所谓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那这个就是 social innovation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 我就讲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们说social innovation 是从social norm开始嘛 什么是norm呢 就是社会的常规 社会常规就是 你看到一个新科技的时候 你希望 你第一时间觉得 它可以解决 社会什么样的问题 在当时呢 我们就把这个三台 放在这边 跑来跑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一对这个 就是有点年纪长辈 一对夫妇 他们从这个 建国花市提了很多 看起来像是兰花啦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话 就是走到这个空总啦 然后呢 他们就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问我说 诶这个 诚伟啊 这个你跟这些购物车 在这边做些什么 然后我就说 这不是购物车啊 这不是菜篮子 这个是自驾车 你坐上去 告诉他你要到哪里 他就把你载到那边 很厉害嘛 他说不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手推车 他就是一个 我想你如果手上 装很多东西 什么东西看起来 都像是手推车了 都像是这个购物车了 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放进去试试看 我想说放进去试试看 当然不会怎么样 他放进去 诶可以 他这个篮子够 sturdy 他可以放得下花盆 然后他又说 那诚伟 这个车子啊 他可不可以 我们改他一下 因为呢 我不想要他去什么地方 我想要他跟着我 我在建国花市的时候呢 我到哪一个摊位 他就跟我到哪一个摊位 这叫什么 这叫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手上不用拿东西 那我买了一个东西呢 诶我就放进去 然后呢 其中一位呢 又跟我说 诶我看电视 据说外国啊 无人车可以组成车队 无人车的车队呢 其实本来的意思呢 是software defined rail 就是卡车冷链 这个一台接着一台 但是因为他就是 记得车队这个字嘛 那所以他就说 诶那这个三轮车 可不可以组成车队 就是第一台快要满的时候 他就找另外一台来 然后空的就在我旁边 满的就跟在后面 然后我越买越多 然后呢 他就组成更长的这个车队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买到最后进行的话 我还是两手是空的啊 很高兴 那我也许就继续 这个逛一下这个空总啊 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use case 非常好的use case 但是呢 这个他设计出来 也没有这样子的功能 但是呢 好处是说 这个是所谓的open source 就是他的脑袋怎么想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它是公开出来的 任何人都可以改 而且不会侵犯著作权 而且呢 它是open hardware 就是说这里面的每一个零件 你都是可以抽换的 也不会侵犯专利权 那在这两个的前提底下呢 你可以分析所谓的open data 就是他之前 跟台湾这边相处的 各种各样子的经验 然后试着去说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改成 这些朋友们想要的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举行了两次黑客松 mobility黑客松 真的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你要在花式里面跟着人呢 你一只眼睛是不够的 要两只眼睛 因为两边的人都要看得到 你现在眼睛正在看哪里 你正在跟着谁 然后这个眼睛呢 还要可以眨眼 然后呢 它还要可以看得懂 旁边的人的手势 旁边的人的表情 虽然这叫什么呢 叫co-domestication 互相寻化 然后在互相寻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知道说 无人载具 实际上在社会上面 好的用途是怎么样 这是所谓的 norm first innovation 那这样子的话 当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就会改变 我们的这些market player 我们经济部门的朋友们 就可以去对着这些norm 去产生出 他们知道说 已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是有商机的 这个时候资本就可以进入市场 那这个呢 又会再回过头来 改变我们对AI ethic 就是AI要跟人类 怎么相处的这些code architecture 我们写程式的人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写的想象 最后它就可以促成 我们的无人载具的 这个创新实验条例 简称这个无人载具沙盒 这样子的法规的出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呢 其实就是让整个社会 都能够接受的一个 新兴科技融入社会的一个方法 5G的来临呢 其实就可以帮这个非常多的忙 其实5G唯一一个 就是must use 而不是你能够用光纤 什么东西替代的case 就是无人载具 因为无人载具呢 它在路上 是不可能一直有光纤 在那边给它用的 那在路上呢 它随时都要做出判断 4G呢 也没有足够的那个频宽 让它跟旁边的这个车子 一下子hand shake 一下子握个手 那非常非常低延迟的情况下 就可以彼此沟通 组成车队呢 这个它的速度 必须要相当地慢 在4G的时代 但是5G呢 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当我们从4G到5G的时候 当时来这边的这些朋友们呢 MIT Media Lab 他们呢 就做了一个线上的模拟实验 假设我们到了5G时代 而且呢 它的速度也开始比较快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它这个 在路上碰到这个两个不同的人呢 然后呢 它要去让 让其中一个人过 然后呢 对另外一个人呢 说不定就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妨碍啊 可能还不小心会撞倒啊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社会能够接受的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 已经实际跟这些无人载区 有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也参与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实验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台湾呢 大家都觉得说呢 我们无论如何呢 要应该先让那些 就是刚刚提到的 在华市 刚买了花的 这些老人家 老人家是怎么样都要先让它 要通过的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是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那像刚才画这些public art 这些喜悍儿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 可能是怀孕的妇女朋友们 那最后呢 是小孩子 那其他的是一般的其他人 这样子 就刚好老弱妇孺啊 这个顺序 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听惯了 那但是呢 他们在MIT Media Lab 在波士顿 让同样的这个问卷 跟experiment的时候呢 刚好相反 就是要先让小孩子 长辈就随便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地方 有不同的social norm 我们如果不让大家 去跟这些新兴的科技 有互相的相处 我们一味地说 不是已经有了 我们也要有 那这样子很容易 就会产生一些 违背我们这边的 这个社会直觉的 一些情况出现 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有个专门的讲法 叫做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第17点17项 那这个目标在讲的 就是说 我们的每一方 可能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我们是要先确立 我们共同的价值 再开始合作 不然的话 很容易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到最后变成 像是拔河的这样子 一个形态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黑客松 不是只为了 无人载聚啊 我们每一年 有一个很大型的 一个黑客松 叫做presidential 黑客松 总统杯的黑客松 已经run了两年了 这个呢 是一个三个月的黑客松 在这三个月里面 我们问 整个社会的朋友们 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运用刚才提到的数据 这个人工智慧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万物联网 去帮忙解决问题 像这个就是同时结合大人物的一个例子 它是去年的五个得奖团队之一 叫做抢救水宝宝 那这个是台水公司的实际的一个简陋员 那他们在基隆这个小区当时去做测试 他的许愿池的这个概念就是说 他每天呢 听这个漏水 大部分的时候 五水管都没有漏水 所以在基隆当时 平均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从一个地方有漏水 到他被简陋员听到 那简陋员每天听的都是 没有漏水的地方 其实他的主观成就感 并没有那么高 是直到他听到有漏水 他要修了 这个时候他才有创造力 所以他希望说 能够做一个chatbot 就是在Line上面的对话机器人 每天醒来的时候 可以跟师傅说 你在这附近 这三个地方 可能是最可能漏水的 他又可以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他跟这个机器学徒 多聊一阵子之后 他每天的行程 至少都有一个地方 是真的有漏水的 那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发挥他的创造力 而且呢 就是很诚实的说 这样也让年轻人比较愿意 继续投入这样子一个 简陋员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所以呢 他们到最后呢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incubate 他们跟包含 子测会 HTC 政大 行政院本部 各种各样AI的人才 数据分析的人才 真的就用水压水流量资料 用大数据去分析 真的去train一个 深度学习的模型 真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只需要两天 就可以把基隆这个小区 从有听到到 就是有漏水到有听到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工部门 包含国营事业 他每年的这个预算呢 是有固定的这个科目的嘛 所以说即使他一个地方解决 离他到能够让全国 都能够享用到 这个新的技术 往往要等这个好几个预算周期 意思就是两年啦 这个两年起跳 那但是呢 我们在总统班黑客送 我们是有颁奖的 我们颁奖没有奖金 完全没有奖金 那只有一个奖杯 一个奖座 这个奖座底部 是一台微型的投影机 那总统呢 颁奖给这个五个得奖团队嘛 明年 这个投影机一打开 就会投影出 总统颁奖给团队的画面 所以呢 这个奖杯是非常meta 他自己描述他自己是总统班的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的处长 说我们没有钱了 这个人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钱去让他做到全国 你知道一打开把总统这个神主台召唤出来 那你的处长就会说 我们还有一些结余款 还有一些结余款 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用怎么样子的科目 那或者是说呢 像我们去年有另外一个得奖的团队 他是叫做临时插队 就是没有时插的队伍 不是临时来插队 临时插队 他们做的题目呢 叫做离岛不辜无限支援 就是让当时应该是Bring Island 就是有一些我们离岛的朋友们 他的卫生所很可能只有就是几位医师 那或者甚至有时候只有护理师在值班 那这个时候呢 当他碰到一个就是受伤或者生病的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家属心里很急 而且不一定那么相信护理师 就会希望说 赶快派这个黑影直升机 把他运到这个就是台湾本岛了 让这个专业的医师来进行救护 那这样子的困难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天气不好 那黑影直升机之前也做过事情 那所以这个实际这些护理师朋友们呢 就跟微服部的朋友们结合 去提出这个临时插队的概念 就是说每一次当有人要判断 需不需要直升机后送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判断直升机是否后送的 那个责任医院 跟他实际上按照他的这个减上分类 实际上要去到的这些外科医师 或者这个手术的团队 然后以及在地的护理师 或者在地的家医师 三方互相视讯 那互相视讯的情况下 说不定这边给出一些建议 这边就已经可以先做一些医疗处置 那在他们去年这个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是违法的 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医疗法里面 护理师即使远距有医师看着 是不能够做医疗的这个操作 那但是呢 他们无论如何反正这三个月 我们就像沙盒一样嘛 就让他先试试看 先不去罚他 真的有效 而且会让大家的信心 对在地医疗的信心会提高 而且呢 这样子的做法呢 也可以让这个护理师跟在地的医师 自己也有所专业上的成长学习 他可能更愿意留在 这样子一些偏向力道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需要就不只是平宽 他需要的是我们法律的改变 法规的松绑 当然还有很多的预算 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离岛啊 偏向都坚持这样子的高频宽的 失去你的医疗站 但是他们得了前五名 所以呢 这个他们的部长说 这个空庆总队好像是内政部的事情 要两部会商 而且还要说服立法员去改 这个医疗法 去把云局医疗加商去啊等等 那他们就只要一投影 把总统投影出来 神主牌出现了 他们两个主命就马上去开会 所以现在法律已经修改了 那现在这个是合法的啦 然后我们中间的电子签章的这个规范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修正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个点 在偏向跟离岛 都可以用我们 零时差队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个呢 在5G上面呢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更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用光线去 empower这些文件这样啊 这些医疗中心 就是因为说目前只有这样子的清楚的解析度 能够让在台湾本岛的医师看得清楚 并且做出医疗的处置 如果他用4G的讯号的话呢 不但有时候可能会稍微抽格啊 而且呢 他就是解析度就没那么好 那解析度没那么好呢 当然医师可以脑补啊 但是这个脑补呢 很可能就会耽误到病人的病情 那样子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医救法啦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只能在贫困非常高的地方来 就是这一百多个地方来去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很多他受伤等等 在救护车上难道不能就先做 这样子的远距会诊吗 其实去年也有一个团队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会在高屏棚啊 这个先去做这样子的实验 那但是呢 这样子的实验就非常需要5G 如果有5G的话 不管救护车在任何地方 只要他能够接到5G的讯号 就基本上就像他查了一个光线一样 那我们好不容易做出来这一套远距的医疗 他就可以在减伤分类 尤其是major trauma上面 去用到非常多的应用 那所以呢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就是先只分享无人载具 跟就是总统被黑客送的这两个例子 那但是呢 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因为呢 其实刚刚各位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 我们的工作 作为这个数位的转型的工作 其实并不是特别为了 环境利益 社会利益 或者经济利益来服务 我们无宁市这三种利益的中间 试着去找到一种说 大家真的立场不同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创新 像刚才所提的总统被黑客送的这两个创新 然后呢 透过大家具体实验 来发现说 本来拔河拔的 这个不可开交啊 但是呢 当一个新兴的事物 一个hashtag出现的时候 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威胁 要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机 简单来讲 会炒的朋友 他不一定是要糖吃 他只是想进厨房嘛 一起炒糖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 你行你来啊 那所以呢 所有这些hashtag 这个炒得最兇的朋友呢 我们就可以说 好啊 那大家就提出一些创新的方案 我们不管是不是违法 不管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动摇 我们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 社科分纸的这个 管理结构 但是无论如何 我就先给你三个月 先给你一年 我们透过一个沙盒的实验 把它试试看 那如果试出来 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就达到了一个 共同的价值 所以说呢 这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我自己想起来 按照了学派目标的讲法 大概是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先要有 reliable data 透过像是 分散式的账本 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都 同一时间知道 实际的资讯 实际的资料是怎么样 接下来就像刚刚说的 透过一个透明的方式 让各方都可以达到 一个有效的伙伴关系 然后第三个呢 一开始至少 不要透过专利 不要透过著作权 去限制每一个地方 因地制宜的 去怎么样改做 这些科技 这样子后 我们才能够看到说 新兴的科技 包含无趣在内 是怎么样子来解决 在地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我的job description 其实呢 是一首诗啦 那是一首英文的诗 就是用这个文学的方式 把刚刚的这三个 永续发展目标 具体项目 把它分享出来 那我在这边 也跟大家分享 我的job description 三年之前写的 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区别允级的 我们也要见到 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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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到人的經驗 我們每次聽到 那一場的一場的一場 我們必須要記住 那一場的一場的一場 謝謝大家 感謝唐志偉帶來精彩的演出 接下來即將進行第二場專題演講 題目為5G的衝擊與商機 請一掌聲歡迎主講人 遠傳電信總經理景祺 謝謝大家